农民边找笋子边说明在种绿竹笋的方式 从清明节至今已采收第三次 产量依然很好 加上极其震气候条件很适合 所生产出的绿竹笋品质口感受到市场肯定 成为台湾少数能在冬天继续出货的产地之一 富山绿竹笋一年四季都有在生产绿竹笋 我们极极的天然条件很丰富 因为冬天地热有够 温度不会很下降 一年四季尤其是冬笋 冬笋在生产的话不会减产 所以我们在极极富山的绿竹笋到台北 一定是产量比购乡镇还多 极极镇内的富山合作设施县内唯一 以绿竹笋为主的产销班 最大的特色是在冬天年能够保持产量 而且清脆甘甜好吃相当受欢迎 吃绿竹笋的好吃 它没有负担没有高脂肪 它那个纤维又高又好吃 不管是要煮 炒 炒 肉都很好吃 那有我们的绿竹笋在极极地热的关系 所以冬天各地都没有绿竹笋 这只有极极油 那我们的极极绿竹笋这是香甜 要做的那个方法有就很多 那就是凉拌煮汤 还有最特别的就是绿竹笋冰沙 县远王秋处指出 极极镇的绿竹笋不但相当美味 尤其极极镇早晚温差大 且饮用佐水溪的水来灌溉 因此在这个周末将要在 国道3号南投休息站举办 促销推广活动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 尤其在我们一集这里 是早晚温差很大 所以政策的品质特别赞 因为就是我们的孙子会比较软 会比较甜 所以我们的历史顺利又有经贵认证 所以我们这次在我们9月19、20 在我们南投休息站 要办到我们的绿竹笋的行销 要认证欢迎我们各位同心市团 大家来南投休息站 来品查我们的这个极极的绿竹笋 极极富山合作社的绿竹笋 在农民的用心栽种之下 大部分都运送到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并且提供检验合格条码 给消费者查询 难得的是在19、20号两天 在南投休息站举办绿竹笋推广活动 欢迎向亲前往试吃了解 记者抽屏意及及采访报道